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1月9日 法林明高出征毛面比 周二清早,八甲继续进行 届时法林明高将做客挑战查比高恩斯 两队经济整体表现差距极大 法林明高如今未列积分榜前列 而查比高恩斯则在积分榜当中垫底 加上他们已经连续多轮联赛未尝胜继间且已输波居多 状态相当低迷 在此等情况下 今仗里应看好法林明高在天胜继 查比高恩斯经济表现极其糟糕 前30轮联赛战霸 球队仅取得可怜的一场胜利 其余11和18负 暂时紧急14分的他们只能充当联赛副班长 球队战斗力支差无需多延 攻不锐手不稳的问题 今机一直困扰着查比高恩斯 他们联赛至今军场仅能攻入0.8球 而军场失球数却多达1.67个 攻防表现乃八甲最差 球队落得如此田地确实就由自取 尽管金帐主场作战 但查比高恩斯经济联赛主场仍难求一胜 而且主场负率接近6成5 期间球数得失比锦为10比23 明显入不敷出 球队可谓毫无主场战斗力可言 金帐营战实力强劲 坚且近况不俗的法林明高 查比高恩斯的确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门将G太普和华格拿安东尼奥 因伤无援出战 法林明高经济表现值得称赞 28轮联赛过后 他们好取16胜5和7负的不俗战绩 球队手握53分位居击分榜前三甲之列 强悍的攻击力无疑是法林明高的强分法宝 皆因他们联赛至今军场入球数多达1.86个 是联赛火力最强的队伍 班努亨利基 米高迪加度以及加比尔三大攻击手的联赛入球军接近双位数 其中米高迪加度更加在上轮联赛面对哥亚米恩斯时上演了没开二度的好戏 状态正佳的他金账绝对是查比高恩斯后防线的噩梦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法林明高近年堪称查比高恩斯的苦主 在两队的最近四次交锋当中 法林明高路得全胜加继 期间球数得失比位7比2 明显是占优的一方 综上所述 法林明高此番出征定必见止三分 阵容方面 中场迪阿拉斯卡达因伤缺阵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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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